我们都知道在装电脑的时候 多通道内存会比单通道性能更佳 差两个内存条是双通道 那么差四个内存就是四通道了吗 到底什么是多通道内存 这是许多小白装机都比较疑惑的问题 一般来说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主板 如B450 B365 甚至高端的Z390 X570都是双通道主板 尽管有些可能会有四个内存插槽 但依然仅支持双通道 往往内存插槽上会有两种颜色 其中同种颜色组成一通道 又差了四条8G内存 则是组成了8加8以及8加8的32G双通道 而四通道则是出现在服务器CPU所采用的主板之上 比如Intel的X99以及AMD的TRX40芯片组主板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就会问 如果四个内存条差三条会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一般将其称为缓合双通道 也就是其中一条为单通道 另外两条为双通道 并且容量不同 比如你8G配4G 就会形成4加4的双通道和一个4的单通道 两条内存的频率不相同 也会将高频降至低频使其匹配